开局吃一个阳光 但是呢经过这个大蒜之后 不管是啥都会被这个大嘴也吃掉 但同时你要是来能解决大蒜的话 那我后排的阳光也获取不了 所以说这波不用先打其他路 要先获取阳光才行 是我见识浅薄了 好是我见识浅薄了 这波能打先打下路真哥 毕竟的话要打是第四路会被真哥攻击的 不过无所谓 真哥应该还是比较好打的 看样子应该是没问题 OK小皮帽 加后面的雪橇都没什么用 来那个扶梯没有用啊 这个时候扶梯已经够多了 又是小皮帽 坏了来的都是一些普通的 一个大哥都没有吗 我这花了两千了 OK Nice 还行 一个矿工还可以 但是你要是来矿工的话 我不如放在上路呀 这上路的玉米才是最难解决的一路啊 可惜了 好在下路是解决了 那现在要打的话先打大嘴这一路 这一路也得来大哥 呃像这种的话就一换一不行的 但是这波可以二四路一起开打 但是呢这个时候来那个投篮 砸不掉 但是过去可以压的掉 大嘴花面前的叶子保护伞 应该是活不下来了 可以跟 再跟 跟上数量 不过这个时候来了个机枪 好像不用放了 能打得掉 可以漂亮 没问题的 哈哈 第四路姐姐还剩下两路了 还有三千多阳光 还是先解决大嘴花这一路吧 大嘴花从这数量挺多的 可以先解决它 下路先干掉 三千六百二十五阳光 一发 不行 等下先吃 两发 让它吃 这跟上来了一个服帖 哦 让它吃到饱 这不可以啊 那一共有几个呢 管它的先放上过去 它能吃就没问题 再跟一个 雪人应该不行吧 雪人会回头的 看一下 OK全员吃饱 那不行 跟一个 这就不好说了 这给个红眼是什么情况吗 行啊 第二路解决 一千多阳光 那打一个玉米投手 这一路应该不是特别困难的 行了 大嘴花解决 一个红眼打这一路 简直是绰绰有余 那上路再怎么说嘛 一个飞贼又来 特别人拖时间 后续跟一个 啊 不是什么情况 飞贼加投篮 这个配合没有谁了啊 一个抗伤害 一个输出 属于是坦克 加上射手都有了 那 那我没什么说呢 三发轻松搞定